哈喽大家我是熊猫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第一支空瓶剂 那这次呢就想把前阵子刚刚用完一些产品一次性的分享给大家 然后明天就可以丢进垃圾桶就空出一些空间来给我自己 那这些产品呢我都放这些这个盒子里面像垃圾盒一样 会一个个向大家介绍 首先呢第一个产品我要介绍到的是倩兵家的这一款水瓷产面霜 那么这款粉红瓶子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很多地方我都看见它有在打广告 那我个人呢是非常非常喜欢它的 那我喜欢用它的原因是因为每次用完它以后 我感觉我的毛孔变得非常细致 不是说它有修正毛孔的功效 而是说它的质底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细腻 然后用在我这样子算粗大的毛孔上 我就觉得很舒服 同时呢它给我非常足够的水分 我发现每次晚上有用它的时候呢 我第二天早上起来脸上的油光就会少一点 通常我用其他的褶梨面霜 我脸上第二天就变得很油 特别是在鼻翼两侧 就觉得说哇你要好好洗一下脸这样子 可是用完它以后脸上就处于那种非常偏于干爽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的预算足够的话 然后你也像我一样是混合性油皮 那么就很适合买它 即使在夏天使用它都非常舒服 不过夏天的时候我推荐大家放在冰箱里面 这样子的话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再涂在脸上 它就有一种冰镇的效果 然后可能皮肤会更舒服一些 那这个产品呢随便抹出来 那现在找出来的是这个 伊索家的一款B&T Balancing Toner 这是一款爽肤水 我当时买了他们家 第一次买他们家产品以后 他们就送我那个小小的试用妆 然后里面就有这种爽肤水 我用以后就是哇用在脸上真的是很舒服 它舒服不是因为它像其他爽肤水那么的水润 它是偏于那种有点带粘性的 那它是属于保湿款 那大家可能会说那你是混合性油皮 你总会用保湿的东西 因为感觉好像会长痘痘一样 最神奇的地方是它不但给你保湿 而且它不会让你毛孔堵塞 也不会让你出痘 我觉得它很适合油性皮肤在秋冬季节的时候 就是说使用它 在你洗脸之后上面霜之前 用一点点就好 其实为什么这个没有盖子呢 是因为有一次我手藏 然后直接就 就是把它给从我桌子上甩到地上 然后我们家底还好是那种木板 如果是 如果是水泥 估计人家家里房间又不是水泥 反正如果是甩到水泥地上的话 这个就粉碎了 那当时呢我就把剩下的 本来这么多给我倒了一半 然后剩下这么一点点 就被我倒在这种小瓶子里面 现在还剩一点点 其实它不算空瓶 但是已经被我倒进来 然后很喜欢用它这种小喷雾啊 就是碰在脸上 因为我感觉碰在脸上会更省 不会被那个化妆棉给吸收 因为它这个价钱真的真的不便宜 那我碰在脸上的时候 直接用手这样拍拍拍拍拍 然后因为我的脸是圆圆是盼脸嘛 所以说拍的时候又可以吸收 又可以活血 每次拍我脸都很红 但是过一会就好了 这是我个人很爱用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还没有试 还没有尝试过它 你是混合性油皮的话 秋冬季节要保湿 要补水的时候 可以去关注一下它 它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然后呢 OK 这个是我用完的一个Carmix 小蜜蹄家的一个润唇膏 很多网友啊都会问我说 你的嘴唇到底是怎么保养 为什么每次上唇彩都不会有唇纹啊 然后就是说 希望我分享一些就是小tips给大家 那么我唯一唯一的心得就是说 我一直在用它 我觉得我之前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卸妆视频 应该我知道 我每次卸妆的时候都会 特别是卸唇妆 如果我有涂口红的话 会局部的卸掉嘴唇上的一些唇彩 用那个眼唇卸妆液 然后把它完全卸掉以后 我会去用清水 把残剩在嘴唇四周的这些化学产品给清掉 然后用那个毛巾就是拍干以后呢 我会厚厚的涂一层这个唇膏 那因为它这个唇膏是膏状的 所以说它的补水能力会比较强一些 我现在呢 又买了一罐 还有涂了好几罐这个 新的已经被我用了这样子了 那这罐 我通常就是说涂上它以后 比如说你不要涂太夸张 就对你来说是厚厚一层 然后你可能把脸上妆都卸完去洗个澡 那你洗澡过程 这个唇膏就会像唇膜一样 附在你嘴唇的表面 让热水不会直接的就撒在你的嘴唇上 因为这样子呢 我们刚刚卸完妆 然后又刚刚用水清过 其实嘴唇非常脆弱 你直接用热水冲的话 特别是冲五到十分钟 或者说有些洗澡洗半天的人 你嘴唇基本上就废掉 就是说可能出现更严重的脱皮啊 或者说破皮 我觉得这种护唇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然后每个人都做得到 而且它这个唇膏非常便宜 它就是在一般的超市里面都可以看到 不是特别特别难找的产品 而且你不是什么装柜产品 不会说让学生们 或者说彩妆初学者们负担不起 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使用它 来做深层的保养这样子 那接下来这一罐呢是Kiehl's家的 Ultra Facial Oil Free Gel Cream 之前呢我记得在年初的时候夏天 我有介绍过它 我说它很好用 可是其实我问了大概几个礼拜以后 就觉得说它其实不大好用 因为呢它实在是太黏了 不是我喜欢那种 就是说我 我觉得它很补水 但是对油性皮肤 特别是对于我这样毛孔来说 我感觉每次它的产品就黏到会直接渗透到我的毛孔里面 然后第二天会长出那小小小小的 一小颗一小颗的白头 然后就让我觉得很苦恼 所以我不大喜欢它 不过呢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皮肤是正常皮肤 或者说到轻微的混合油皮的话 你们在夏天使用会比较开心一点 那么混合油皮可以在冬天就秋冬季节使用它 因为它真的够保湿 所以这一罐呢 我不会再回购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我的卸妆产品 这两个呢 一个是卡尼尔家的 这是针对于敏感的眼睛的二合一眼唇卸妆液 那这是Maybelline家的Express Care 这是他们家的旧包装 那当时我是打对折的时候买它3块5奥比 非常非常便宜 那这两罐呢我是互相替换着用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都非常便宜 这个200毫升我大概6-7块钱就可以搞定 那这是90毫升3块5-4块钱搞定 我就觉得说我个人呢是一个在卸妆产品使用量上比较大的一个人 那我不喜欢买那种很高级很高级的卸妆产品 然后我就说可能会舍不得用 然后就是很小气会倒一点点啊会挤一点点 然后就拼命在那边搓搓搓 因为我觉得这样对眼睛其实很不好 而且卸妆卸不干净的时候眼睛还会红红很痛这样子 所以我宁愿买一个比较平价的 然后卸妆功效有很好的产品 然后我想倒多少就倒多少 之前在我的卸妆视频下方有很多网友就说 哇你倒的量太多了 可是这是我个人的那种喜好啊 我喜欢倒多多 就是说整个化妆棉都被浸湿了以后 直接压在眼上 然后就慢慢的让产品自己去溶解这个眼妆 而不是自己在那边干苦力 在拼命搓拼命的揉 就我们的眼睛是非常珍贵 非常敏感的部位 我不喜欢因为你知道为了省一点钱啊 就你知道这么的去残害它 但是呢我个人也没有那么多钱多到 让我可以去买那种很高级 然后一瓶才125毫升 或者说怎样的那种专柜产品 所以他们两个用完这个用那个 就互相替换了 我非常喜欢用这个 好接下来呢我要说到的是 它是伊索家的 Parsley Seed Antioxidant Serum 这是他们家的香芹籽 抗氧化精华 那么之前呢有在 就是第一时间关注我的朋友们 你们好 非常感谢大家 在那么早之前就关注到我 然后之前在我的影片里面 也有介绍过这个保养品 我非常非常喜欢 其实这个精华呢 它没有 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精华液 它是属于那种 应该是保湿产品 可以代替你的面霜 它够滋润 所以说通常像我们这样比较年轻的皮肤 使用它的话 你接下来不用任何的面霜啊 或者说面乳啊 或者怎么样 直接就可以结束你的护肤过程 那么我很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 它 就是它有这种小吸管啊 然后感觉就好像很高级 好像你在挤药啊 或者什么 很珍贵东西 然后通常像我这么大的脸 就我会压两下 压两下的话 我会满脸 嗯 可以 我其实不喜欢满脸挫 我就喜欢就说 沾取一些 然后就揉进我的脸 然后顺便就按摩一下 这样子 嗯 用完它以后 觉得说皮肤有细腻很多 然后 它 残留在你脸上是一种 嗯 接近于那种 好像薄膜 但是又不会搓泥的那种薄膜状态 好像你的脸 你的皮肤跟外界是有 有一个隔层在的 嗯 但是呢 它不会让你接下底妆不服帖 因为我知道很多产品 它 好像挺保湿 可是用完它以后 你涂任何东西都会 搓出那个泥来 但这个产品不会 而且对于精华产品来说 它的 它的量够多 它100毫升 嗯 这个 我用很凶的话 如果说每天都用它的话 估计 可以用三四个月 但是 我这个人就喜欢跳来跳去 就是今天可能天气 特别是澳洲这边 天气 非常不稳定 尤其是在墨尔本 啊 今天可能下雨 明天就出大太阳 然后明天是夏天 今天是冬天 就 这样子 所以说我不会刻意说 哎 守着一个产品不变 可能 今天涂保湿一点 明天涂清爽一点 这样替换呢 啊 我大概 又能大概七八个月 就很耐用 那么接下来这产品呢 是 OLE家的眼部 褶梨 这个产品 我一直以来 都有在介绍它 然后这不知道 是我第三罐 第四罐 反正我现在 已经又开了一罐 然后 很多空罐子 都给我用来装那些 你知道BB霜 就是那种 试用装的BB霜啊 还有那些卸妆产品啊 反正七八八的东西 我觉得罐子也挺好玩的 可以留着 我不会把它丢掉 嗯 这个眼部褶梨 我非常喜欢它 原因是因为 它没有那么多的营养 那很多人说 那你买它干嘛 因为呢 我发现 嗯 我每天有画眼妆的习惯嘛 然后每次卸完妆 洗完脸 上完保养品以后呢 即使说 我把保养品 涂在我的眼睛下方 我还是发现 这边会 你仔细看的话 在灯光下看 你会觉得是 这边是有暗沉的一块 好像有点 颜色不一样 那么之前 我去妆柜的时候 那里的柜姐告诉我 说你这样是因为 你有脱皮的 你有缺水的现象 不是脱皮 脱皮已经太严重了 那缺水现象的话 你就是要有一个 适合你的眼霜 那我个人 我觉得我的 我脸上肉已经够多了 就是说我的油脂 已经够多了 我不像一些干性皮肤女生 就是皮肤干到需要那种 高级营养的眼霜 所以我就买了它 因为当时也在打折 很便宜 我就是一个小气包子 所以当时买它回家的时候 我觉得它质地非常好 就是像水一样 它是那个凝露嘛 那种褶梨 那我直接用那个无明纸啊 压 就是沾去一些 然后直接就是说 按摩在我眼睛下方 剩余的就直接 带在我眼皮上面 就这样就够了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眼皮不会觉得 崩崩的 不会觉得说 好像有点紧 然后也不会容易出油 因为我们的皮肤 如果说干到一种境界的话 它就会蜂蜜出更多的油来 然后到时候 就是说可能满脸油光啊 或者说你的底妆 你脱光光 或者眼妆就糊掉这样子 那我很喜欢用它 不是因为它有多特别 只是说 我个人习惯 使用这种 不算太营养 但是又足够滋润 不让我长脂肪力的一个产品 我会继续回购它 那大家 你们可以按自己的皮肤情况 去选择是否要买它 有什么问题的话 记得在下方给我留言 我会尽我的能力来回答你们的 好 继续 我们现在要说到的是 这个Asob家的 Oil Free Hydrating Serum 那这款精华呢 是跟这个 香蜜子 是 怎么说 同一种 就是产品类 但是呢 香蜜子是 是针对于皮肤 稍微偏干 或者说年龄偏长的人使用 那么这款呢 就是针对油性皮肤 像我们家的混合性油皮 到非常油的女生们使用 通常呢 大家会选择在夏天使用它 虽然说 它会比很多产品都要来的滋润 但是它绝对不会油腻 它里面没有含任何的油分 因为它是Oil Free 就是无油的精华 不过我觉得 它也没有精华那么水 因为它还是有一种 就是 黏度 让你的皮肤 用完以后 就感觉好像 很有光泽 好像脸会弹光那样子 但是不会让那个油性皮肤 觉得 压力好重啊 或怎么样 所以这款呢 我推荐大家 如果你的皮肤 属于那种敏感性的 然后对于保养品 非常非常挑剔的女生们 你们可以在夏天 春夏季节使用它 它真的真的非常好用 那我觉得 这两个 如果你们非常喜欢 伊索家的产品的话 香芹子可以在秋冬使用 这个无油的精华液呢 可以在春夏 就是买两罐 你一年就是已经完全搞定 你不用去再看其他牌子啊 参考什么 因为通常 伊索他们的产品 就是针对那些 皮肤比较挑剔 太干 或者说 干中带敏感 或者油中带敏感 这样皮肤很难搞定 那有一段时间 我皮肤也出很多问题 所以说 我找到伊索以后 就是 很 很专心的 有在用他们家的产品 然后 我之前用完一些产品 我那些 瓶瓶光瓣都已经丢掉了 所以 剩下这些 就是 这一阵子 还有前几个 有刚刚用完的 那 还有一样 来自伊索的产品 是他们家的 Amazing Face Cleanser 这是我们家第三品了 那我第一次使用它 也是因为 我想找一款 就是适合 我想找一款 比较温和的 然后又适合 夏天的一个 折离 洗面乳 洗面液吧 因为当时呢 我记得跟大家说过 我妈妈 她皮肤比较薄 然后她是正常的皮肤 那很多洗面奶 我的洗面奶 给她用的话 她就说 就是 这个皮肤的旁边 因为这边不会出油嘛 然后到耳朵这边 都会觉得 就崩崩的 痒痒的 然后可能就是有点 太干脱皮的现象 那当时我去 妆柜的时候呢 那个 妆柜的一个女生 就推荐这款产品给我 我用完后 非常喜欢 当时买的是 100毫升 然后 就马上 我就回去买200毫升 然后一直用到现在 这个超耐用的 不过我个人呢 我比较喜欢 在早上的时候 使用它 因为它 会把我 就是说 隔夜啊 身体分泌出一些油脂 就清干净 而且皮肤 毛孔会 就是很清爽 很舒服 但是晚上的时候 当我有化妆 化那种底妆的时候 特别是有些 比较防水的粉底液的时候 我就不会用它 因为它的清洁力不够 然后 我是喜欢那种 有泡泡 它这个泡泡 非常非常的微弱 但它清洁力 真的是很厉害 而且 我不小心 有的时候 不小心啊 眼睛睁开了 泡泡 就是一整个 掉到眼睛里面去 我都不会觉得痛 我觉得它真的是 温和到家了 所以说 大家皮肤 如果说 你知道 偏敏感 然后又带点油腻的话 用它最适合不过 我觉得大概 再过两三天吧 就要把它放进浴室去 因为那个已经快用完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要说的是 同样是洗面东西 就是我 前阵子也有介绍过 我的洗面奶 在资深谈家的 这一款 The Skin Care系列 下面的一个洗面奶 它也非常温和 它这个洗面奶 它真的洗得很干净 我个人呢 已经用了 不知道多少次了 我每次都会买 它们的一个套装 这个Skin Care的一个套装 里面有含保湿水 还有那个一个 含SPF15的一个日霜 就保湿乳这样子 我觉得这款洗面奶 即使你每天有化一些淡妆 像BB霜 或者说一些比较 遮瑕力比较低的粉底 它都可以把你卸得很干净 当然卸得很干净 同时呢 不会把你皮肤 所有的油分 全部都抽走 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你是学生 可能就是说 一天下来 没有怎么化妆啊 或者是化了淡妆 你用它 一瓶就可以搞定 就不用另外去买 那什么卸妆油 什么东西 不过呢 它的单价不算便宜啦 所以我推荐 就是大学以上的孩子们使用 当然你们家 如果很有钱的话 你中学可以用 就我觉得 痘痘机的话 用它这个系列来 治疗来针对你痘痘治疗 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不会太暴力 不会让你的皮肤 你知道受创 我在早期 就是说在中学时期 要除痘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找那种清洁力 很强劲的 然后就是里面 含有很多酒精啊 含有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每天就搓搓搓 所以我现在脸很容易红 然后很多朋友说 你干嘛脸上都 这样红红的一点一点点 因为那些都是敏感 就是后来好好的 我本来皮肤是非常健康的 给我这样一搞以后 变成那种敏感肌 还是敏感混合油肌 所以就很郁闷 你知道吗 现在我就希望说 大家 如果你现在是中学生 然后就是干 干在青春期中 如果你有在看这个视频的话 希望你能够采取一个 比较温和的方式 来对待你的皮肤 这样子以后就会少一点遗憾 这个我非常推荐 那接下来呢 我要给大家看 我用完的这两瓶化妆水 那它们分别是 路德青家的 Alcohol Free Toner 就不含酒精的爽肤水 还有这一款 毕柔家的 Triple Action Toner 毕柔这款化妆水呢 我在我九月的 爱用小屋里面 已经介绍过了 我用它的次数 没有那么的多 但是呢 因为前阵子 天气比较暖和 所以说用的次数 会多一些 那么在冷一点天气 我会用比较温和的这一款 露德青化妆水 我很推荐大家在秋冬季节 用它来补水 那这两款化妆水呢 它们都非常非常的评价 很适合学生们使用 最后说的就是 我之前已经介绍过的这款 B.O.泉的那个面霜 这是他们家的 星火泉 保湿凝露 我回购了大概三四次 也是非常非常喜欢 其实在网络上 有很多朋友 会问我说 我到底应该买什么样的产品啊 就是他们会告诉我 他们的皮肤状况 然后就让我推荐一款产品 一款比较平价的产品 我其实 你在问我问题的时候 我会有一大堆问题想要问你 想说你的预算在哪里 你皮肤什么类型 然后年龄层在哪里 你平时的那些 让你困扰的那些地方 皮肤问题出现在哪里 那你问我一个问题的话 根本不可能就是在 你知道市场上 那么多那么多的 那个保养品或彩妆品里面 抽出一样 非常适合你的产品 因为这很不负责任 所以说大家 以后你要想问我问题的时候 最好是我已经推荐过产品 然后你可能就再问一下 我的皮肤是干性皮肤 那我如果想用你这个产品 你觉得适不适合 或者说 你觉得在什么季节 什么情况下 用比较合适 我可能回答下 也会比较顺利一些 那么这一款 币欧全的Ecosource 我是非常非常推荐 它给混合性油皮 那这些呢 就是我在过去 就是说三四个月中 一起用完的一些产品 因为我这个人 非常喜欢新鲜感 然后不喜欢 很单调的用一款产品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视频 找到一些适合自己的产品 如果大家喜欢这类型的视频 就记得帮我赞一个哦 如果大家对视频中的一些产品 比较感兴趣 或者说有其他问题的话 记得在下方给我留言 或者说到微博上给我来留言吧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